在中原大地上,几千年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,这片土地也埋葬了无数风流人物,一座不起眼的风土就有可能是王公贵族,王侯将相,就比如我们眼前这一座,这可是三国第一猛将吕布的墓穴。 大家好,我是大琪子,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河南郊座的修武县,前一段时间我们去了吕布的老家,也就是包头的马齿古城,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吕布墓的所在地。 我们现在是身处一片麦田当中,在我们前方这个微微隆起的墓种就是吕布墓了,我们现在就走进去看一看。 听当地的村民说呀,他们在之前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墓是吕布墓,只知道这就是一个种。 在历史记载中,也并没有吕布墓的记录,只知道在白门楼上吕布被曹操斩杀,从此一带猛叫落幕。 一直到2007年,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,一户村民在自家的地里交地时,发现了一个大漩涡,有漩涡就说明可能地下是空的,而且有稻洞。 当年,这座古墓还不像如今我们看到的样子,轮廓清晰,只有风土堆上面的杂草,让人看着,像一座荒废了很久的孤坟。 文物专家来到这里,挖掘之后有了许多的发现,挖出来了一块墓之名,上面的文字记录了一些吕布的事迹。 打开棺国以后,尸骨凌乱不堪,可以看出并没有被妥善地处理,只见在尸骨旁边放着一把长毛。 经过人们进一步的研究考证,才确定这里就是吕布的墓穴。 我们来到吕布墓这里之后,只能看到一个风土,并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指示,不像我们去其他地方会有一个文宝碑。 这里连文宝碑都没有,就是地图上显示吕布墓在这儿,我们是直接导航过来的。 在吕布墓前呢,种着两棵杨树,长得也是比较高大了,除了这两棵大树之外呢,在风土上面都是一些小树了。 现在这个季节显得也是比较的荒凉,跟周围这些绿绿的麦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 在目前有一个现代人专门建的祭拜的亭子,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面呢,放着很多的酒瓶。 这些酒瓶看上去时间也不短了,看来曾经还是有人来祭拜过的。 我们都知道吕布生在包头,死在白门楼,那他为什么会葬在河南的这个小村子里呢? 人中吕布,马中赤兔,方天化己,砖统义父。 想探究吕布的墓为什么在这儿,那就要先了解一下吕布的生平。 吕布生在内蒙古包头,古时候属于冰州,因为善于骑射,人高马大,年轻时候就从军了。 正逢乱世,他的才能也得以展现,冰州刺史丁元,就成了他第一个义父。 后面的故事,熟悉三国的朋友都耳熟能详。 董卓进京贿赂吕布,让他刺杀丁元之后投奔自己,董卓就成了吕布的第二任义父。 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,吕布也是前锋战将。 后来,汪云使了一手连环祭,让吕布去刺杀董卓。 这时候,吕布其实属于知错能改,成了汉氏的忠臣,深得汉县帝的器重。 李绝郭四乱长安之后,吕布又开始了流亡生活。 先投袁术,再投袁绍,气张扬,投张苗,如同丧家之犬。 后来没办法了,人人都怕当他的义父,那他就自己干吧。 先后占领了山东,徐州,最后刘备一句。 宫不见,丁元,董卓之士乎。 送走了吕布。 曹操杀吕布之后,就把吕布的尸首送回了许都。 关于吕布为什么葬在这儿,大致是有两种说法。 第一,吕布是温侯,他的封地是在如今河南的温县。 温县距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大概就是二三十公里。 那在东汉时期,吕布墓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属于温县的县域呢? 吕布死了之后,葬在了自己的封地,也就说得过去了。 第二种说法呢,就是吕布墓是汉县地的陪葬灵之一。 听到这个说法,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震惊? 曹操把吕布的尸首送回许都,也就到了汉县地的手里。 吕布人品再不怎么样,对汉县地而言,还是对汉室有过功绩的,又勇武。 所以说,汉县地埋葬吕布的可能性也是有的。 汉县地善为曹丕之后,被封为山阳宫,他的墓就在吕布墓北边二十多公里的善陵。 先把吕布埋葬在此,作为自己陵墓的守护者,似乎也说得过去。 吕布墓的范围 吕布墓的范围看上去虽然不大,但是当我们真的走进来之后呢,会发现周围的树木啊,也是比较茂盛的。 在整个吕布墓周围是非常开阔的麦田,有零零星星的村子散布在麦田之中。 我们走进来仔细地去看,也能够发现,一千八百年过去了,吕布墓的封土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。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,吕布墓当中出土了一杆长矛,吕布明明用的是方天化戟,又为何会有长矛呢? 这种解释也有两种,第一种说法是在三国时期其实并没有方天化戟这样的兵器,武将大多使用的就是马朔之类的长杆兵器,方天化戟是虚构的。 第二种说法是既然方天化戟是很厉害的武器,名将死后,自然兵器也会被人夺去。 而埋葬吕布放一杆长矛,也是对他身份的一种认可,仅此而已。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? 曾经是三国第一猛将,但是如今吕布的墓规模不大, 而且还没有墓碑,看上去是比较荒凉的,无人问津,也是不禁让人感到唏嘘。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,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,拜拜。